有關那個 回圈早上跟各位提過有關那個FOR回圈 那在Java裡面也有一個叫做File回圈 File回圈跟這個FOR回圈基本上有部分 這個部分的 結構其實蠻類似的 但是呢 早上的部分各位 在FOR回圈後面 瓜屋後面其實會有三個部分 那在壞我回圈裡面的話 基本上 他主要就是只有 在瓜屋後面裡面只需要放條件式 也就是說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他會進入回圈 反之的話就跳離回圈 那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要 利用這個壞我回圈 然後做跟FOR一樣的事情的話 基本上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的初始值也還是需要一個初始值 比如說這邊有個I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 把這個初始值放在什麼呢 換個上方 就是它的這個層次的上方 另外的話呢 在這個run完 就是這個 區 這個 區塊執行完這個敘述之後的話 那一樣會 我們在FOR回圈裡面會有個加加 或者是加二嘛 就是會有步進 那壞回圈比較麻煩 它沒有這個部分 所以 你必須怎麼樣 自己在 回圈裡面 當它執行完畢述之後 自己要再 把它做一個 再加一個步進 那也就是說 早上我們那個FOR回圈 如果要把它改成壞回圈 基本上是OK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甚至90乘法表 你也可以用壞回圈來做 也是OK的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來看 比如說 這個基本的流程圖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 它的 那當然 你會想說 那這個壞回圈 基本上FOR回圈也做得到 壞回圈也做得到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不一樣的回圈 主要強調的點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壞回圈 它主要強調的是這個 中間的條件式 條件式部分的話呢 也就是當 某一件事情 某一個條件 如果當它為初的時候 它就進入回圈 反次的話就跳裡回圈 它主要是強調的是條件的部分 OK 那再來的話 那起子式跟步驚是應該放哪裡 我剛才有特別強調 你還是要給它一個初值 比如說這裡面會有個I 那你I的話 預設值看是要等於1還是等於0 那步驚的部分的話 記得要在 執行完畢之後 比如說呢 我們今天 計算這個 1到100的總和 那前面for回圈呢 我們通通是放在for後面的這個瓜糊裡面 但是後面的這個瓜糊呢 只有放在什麼 條件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初始值變成要放哪裡呢 放在這上面 有沒有 初始值 那步驚的話呢 在哪裡呢 當這個程式跑完之後 比如說 當sam 加等於I的時候 再把步驚放在這裡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程式跑完之後 它結果 秀出來的話 這個sam 還是 1加到100的值 就是 5050 所以基本上呢 Hile回圈 跟for回圈有部分是一樣的 那只是強調的點不太一樣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練習 就是把剛剛的sample 我們剛剛那個sam的這個範例 比如說我們這個sam的這個範例裡面 這個 原來是寫成這樣 請各位再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下 做一個版本管理 你把它貼回去之後 我一直強調說你版本管理這邊 你可以 可以在sam後面加一個底線 後面打一個壞 也就是說呢 這地方 請各位把這個 本來是for回圈的部分 稍微做個改寫 那改寫部分的話 現在是 現在還是sam 我把它關閉一下 然後我看一下 這個sam 壞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地方 for回圈改寫為壞回圈的話 那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 注意一下 我剛剛講的一些原理原則 第一個的話 這個for回圈 把它改成 壞 第一個 但是一定會有 error message 出來 為什麼 因為壞後面只能接這個東西 所以 這兩個東西怎麼辦呢 把它搬加 所以搬到哪裡呢 因為這邊已經有一個 所以 在 印 另外在 因為它上預設值等於 零嘛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把它搬一下 搬到 它的上面好了 那這邊的話 獨立再宣告一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初始值 然後第一個 就初始值就建立 只是說把它搬到上面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條件留下來 然後呢 這個布禁的部分呢 要放在哪裡呢 加完之後 等於是這個 瓜糊 基本上都找這個 瓜糊的上面一行 就對了 所以這邊上面一行 我們就在這邊按 Enter 然後把 布禁的部分呢 把它搬下來 好 然後 分號的部分 把它delete掉 這邊少一個 分號 OK 基本上 改完了 資金起來看一下 累加之後的話 1加100 執行起來 有沒有 一模一樣 對一模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FOR迴圈 跟壞迴圈 FOR迴圈可以做的 壞迴圈也可以做 壞迴圈可以做的 FOR迴圈也可以做啦 那 其實 就跟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個 if else if else else 也可以取代 Switch case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兩個 其實基本上因為它有不同的特性 那只是說這個特性明不明顯 也許Switch case它的特性是效率高 可是因為 CPU效能 變快之後 這個效能 這個特點已經 幾乎不存在了 那所以我們撰寫 就是else if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甚至我跟同學講說 你可以把switch case 可以把它忘記沒關係 忘記以後呢 Else if全部都可以取代 沒有問題 那甚至我也是說 你也可以把壞迴圈給忘記 因為for迴圈幾乎都做得到 好 那但是 有些狀況還是 用壞迴圈比較好理解 因為它強調的是條件部分 所以你又多一個 初始值又多一個佈禁 有時候 反而 不是那麼好理解 程式 那 FOR迴圈 除非如果你有個結構很明顯的 有 那你用for迴圈 其實會比較 不過坦白講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for迴圈 我想要for迴圈 你那個初始值 跟條件 布禁都放在一起 那換回圈 一下子要 初始值要放上面 然後 布禁又要放下面 條件放中間 所以很多同學 因為 常常忘了一個 比如說你不禁忘了 那怎樣 無窮迴圈 因為那個條件 永遠 不會 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家家忘記了 就完蛋了 就會死了 就會死了 死在這裡 所以 不信的話 我run一下 因為常常都發生這種狀況 同學這樣一run 沒有東西 而且程式 有沒有 一直在動啊 因為我們的 CPU 的 資金序一直在跑 同學說 糟糕 而且越跑可能 會越慢越慢越慢 也可能會盪掉了 因為他可能一直在 在做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這個行忘記沒關係 記得這邊有個STAR 趕快把它停掉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那換回圈很容易因為 你的布禁 你沒有 給他布禁 就是你一直 足以加一 如果沒有加一的話 他會無窮迴圈 無窮迴圈 就盪掉了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差異點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呢 也把上回圈 稍微改一下 甚至可以改一下 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 把那個 剛剛99生法表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 改成 壞回圈 也可以啊 因為 壞回圈也可以 潮狀啊 對不對 沒有問題 所以這一點 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